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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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殿堂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我們來介紹 本周更新的 這個24年的7月 TOP卡 好 以下是我想法給各位做參考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我們先從兄弟開始講起 兄弟的話第一張要講到的是 克迪 克迪這張的話沒什麼卡片 那他要上去的話就是簽卡了 那下面的ES卡片賽季結束之後又不搶 所以這張的話我覺得就 這個前四項都有在85附近 加上球種又不錯 手中可以開體力恢復的情況的話 這張是可以入手的 那他只能先發 好 第二張的話是阿昆江昆宇 這張江昆宇其實做的還蠻強的 那這邊順便搶一下 那個這兩張比較強的啊 都沒有放到試煉之路啊 好 官方最近好像跟這個黃色好像也有點衝突喔 在衝康了 好 這張江昆宇的話還蠻強的 這個是可以入手的 簡單的跟大家比較一下這個江昆宇的部分 然後這張是大家比較常用的國家隊 所以貴鬆鬆 6億多 好他的這個雙打是88附近 加上力量82 那這張的話基本上是贏的 那這張的跑累跟手背分別是90跟91 那這張的話是90跟95 選球的話國家隊是90 這張的話是86 所以我覺得手動的話應該是跳24年這張啦 手背差那一點點我是覺得沒什麼差 所以整體的數值來看再加上這個TOP卡 應該還是比國家隊好處理一點點啊 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這張是可以入手的 到時候大家再看價格啊 尤其是本隊的 本隊你不一定要去跟這個其他隊搶 國家隊的這個卡片 因為國家隊主要為什麼會貴 是因為其他隊也可以使用啦 所以這張阿昆可以入手 接下來的話是余謙 余謙這個數值前三項不太OK 那我們也有比較的 這張跟這張 阿這張一樣可以放到先發去 所以沒什麼差 差在這個技能阿 但我們不會差到非常多 好這兩張的話 基本上數值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說明星賽 突破界線好處理的情況阿 還可以丟到中繼去 這種情況我會選 那個明星賽就好了 所以這張可以不用入手 好我們回來 接下來的話是月振華 這張月振華數值不及格 前四項都不要說85了 連80都沒有碰到 那其他張的話就不比了 那張數值不太及格 去選其他的就好 有更好的 好進到統一 我們這次不搞怪了 我們直接往下講 第一張的話是羅昂 羅昂這張的數值出的蠻好的 這個變化沒有超過85而已 前四項都大於85 那之前也有一張五月的 這張跟這張 基本上我覺得 24年的7月比較強 但這兩張沒有差很多 所以你原本有入手 這個 22年的也不用特別去換 這兩張都很強阿 只是我覺得 你還沒入手的情況的話 是可以先考慮 24年的這張7月的 好第二張的話是林家瑋 林家瑋這張在右外野 基本上安可已經卡好卡滿了 但他沒什麼卡片可以選 所以如果你有愛的話要練這張 還算可以拉 數值上面是 還算及格 因為他其實大於85的幅度沒有到非常大 好 陳盛平的話也是還算及格的遊擊手 基本上都在85附近 但也沒有到很頂阿 如果說有人遊擊想放陳傑仙 或者是放林靜凱的話 基本上就選那兩張就還蠻夠的了 那這張的話也是可以選擇的 就是看你有沒有愛 因為陳盛平現在的卡片也不太多 秋昊君這張也是蠻強的 也是有比較 我自己比較喜歡18啦 就是這張 這個更便宜 我不確定之後的價格 那這張18主要是他的前三項比這張來的高 那球速76就沒有這張高了 所以我會覺得啦 因為你可以開這個技能 有這個球速加6的 所以他的球速其實還是可以拉到不錯的82 在整體的數值上面沒有差很多的情況阿 我反而會去選這個前三項比較好的18年秋昊君 但這張要入手也是可以的 就球速有提升之後的版本來看的話 這張還是最強的 好進到樂天 樂天的話第一張是蘇俊章 蘇俊章的話這個 先看會不會用這個球種阿 這個球種如果是我自己的話不會入手 他有點少 但他有滑球曲球跟直插球 其實會用的人還是可以用的蠻強的 數值來看的話整體是ok的 那之前有出過這個前三項跟怪物一樣的惡靈年阿 所以模擬的情況如果比較不看球速的話 是可以先考慮用惡靈年這張就好了 所以這張就是手動可以考慮 但你的球種要會配 模擬應該選惡靈的就好 好林之偉的話中外的卡片選擇也不太多 這個數值上面的話是還算及格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入手 好接下來的話是馬傑森 這個馬傑森跟林莉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便宜 好馬傑森的話這個前三項不ok 那後兩項也不ok 所以這張直接不用入手 那林莉的部分的話看起來是ok的 但林莉的卡片阿 在二壘的暴力卡還是太多了 所以這張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去入手 但他的數值是ok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練其他的話 這張到時候如果很便宜的話也是可以考慮 好進到富邦 富邦第一張是黃保羅 這張價格直接衝上去還沒有量 這張的話是四角配置配曲球 然後是先發跟中繼都可以放 所以就數值上面也還ok的情況 我覺得這張是可以入手的 算是一個富邦中繼跟先發雙S的一個不錯的補強 第二張是張育成 張育成這個數值也是ok的 雙打到84 力量有92 跑類也沒有壞掉有86 那是守遊擊 一三壘的C等級我自己不會放 就遊擊手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放的 那張育成的話 蠻多人是有愛的啦 所以這張是可以入手的 好接下來的話是王念好 王念好這張我覺得不用 這個數值不及格 就是有愛像的卡片 好捷歌的話前三項還行 那球種也還行 算偏普通啦 然後只能先發 所以手動我覺得不用特別擺這張啦 那模擬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不知道他的基底強不強 還衛拳 衛拳的話第一張是徐有希 這張徐有希其實蠻強的 跟之前的比一下 跟國家對比比不贏啦 那跟23的這張比的話 他的球種評價是有高於23的 那為什麼評價比較低呢 差在後三項 這個後三項是80 85跟79 那這個很明顯是相對比較高的 後三項的平均 所以這張會變成評價比較高 但這兩張差距不大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要選的話 如果你還是要顧一下後三項的話 還是可以考慮用23年 這兩張我認為沒有差很多 但就前四項的數值來看的話 24是好一點點的 都先發啦 我覺得如果你要去掛模擬的話 還不如選評價高一點的 接下來的話是李凱薇 李凱薇的卡片選擇也蠻多的 我看我有沒有收入 好沒有 但不一定要選這張啦 因為他的其他張都還蠻強 尤其是頂卡的部分 那個評價86的那張 去選這張就好了 因為價格可能有差啦 但那張也沒有貴到很離譜 好接下來的話是林凱薇 那這張林凱薇的話 前三項只有75 就不太合格了 在卡片這麼多選擇的情況 這張不用入手 衛權的第四張是馬斯格斯 這張數值還行啦 就可能跑雷沒這麼快 但我覺得還OK 但比較偏有愛想的 因為數值上面沒有到非常高 最後是台鋼 台鋼的話第一張要講到的是獅子籤 獅子籤的話這個選擇也不多 台鋼版本的話 統一這邊還蠻多的 但轉到台鋼之後卡片比較少 那這張雖然在先發 但一樣可以丟到終極去 所以在數值上面 普通但沒有到很爛的情況 我覺得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他的球種比較普通喔 所以你要會配 不會配的話就不要入手了 那這張有姿勢 跟大家帶一下 好 吳念廷 吳念廷的數值雙打不行 後三項也不行 但他的二壘三壘都可以守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放工具人 或者是有愛的話可以入手 不然其實就吳念廷的情況來看 你沒有硬要放二壘的話 其實可以用三壘的國家隊就好 那個三壘的很明顯數值好很多 王伯傑的話數值是OK的 球種的話四顆有點少 看你會不會用 那他只能先發 所以手動我沒有到很推 我覺得應該都有更好的選擇 模擬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不知道基底如何 好 接下來是張兆元也是最後了 張兆元的部分這邊就有的比了 張兆元有一張明星賽 這兩張我認為數值並沒有差到非常多 還有一張經典的 我也覺得沒有差到非常多 所以張兆元這三張如果你有愛都可以選 因為台剛現在可以選的卡片太少了 等到卡片之後比較多的時候我們再來做比較 我是覺得說這個 都在85附近的話 其實是還OK的 TOP卡就是這樣 大部分是拿來做起手跟過渡 除了那個前面那段比較頂的可以帶到後期以外 其他的就是你差不多練到個 加8加9吧 甚至加10之後拿去當突破素材就OK了 好那今天這部節目結束了 如果喜歡都可以幫小朋友們知道 你對這個影片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其他玩家討論 那如果你有這個同位子但不同球員 不好比較的這個狀況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這邊最後做個簡單的舉例 也就是如果你要比較像 22年的富邦有幾首 王聖偉的哪一個月份 和這次更新的這個張育成 如果你不知道要選誰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掰掰